有警社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面对种种的可疑迹象 警方的调查随即展开 那么在这些投诉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在夜韶东遭遇的几次投诉中 对方丢失过手表 丢失过鞋子 丢失过衣服 还丢失过项链 总之一句话 就是要求赔偿 而在一次同时间的交谈中 快递员们发现了投诉人的问题 是吧 当时他正好跟我挨着一个区域 他说他也受骗 但是我叫他发现了电话号码过来 发现现在就是我第一个受骗的电话 我们分析都是一个人所为 那么如果是说同样的一件事 多次地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觉得是一个反常的行为 是值得我们就深入调查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 在当地 街道国类似投诉所配的快递公司 并不只有这一家 并且虽然投诉人的姓名各不相同 但是拨打投诉电话的电话号码 却大致相同 我们通过梳理的话 其他快递公司总共发现有十多起案件 还有顺风 京东 声通等快递公司 它这么多的投诉 都是集中在一两个地方码 投诉的东西就是物品损坏 或者就是物品没收到 结果就是你要么赔偿给我 要么我就一直投诉 同一个人多次举报说快递损坏 而且是说快递丢失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情况还是很可疑的 就有可能是有人在进行恶意投诉 涉嫌一个敲打勒索的一个行为 谢谢大家